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有一些准备要做 因为后面打的boss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我们回到这个引导知识 我们要去旁边的这有一个遗迹 向着我刚标的地方 很多朋友说是让我经常到哪个地方打开一下地图 其实有仔细看视频的话就可以知道 我是在去我一个地方之前 先用标记标注一下去哪里 你应该看我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标记这个地图的位置 如果你是跳跃着来看的话 不是连贯着来看的话 就可能会很容易错过这样的元素 这个遗迹是龙溪废墟 这里的话有两个可以进入地下的地方 一个是有很多村民围着有很多火把照亮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下去的话是我们等会要用的一个传送陷阱 我们先来另外一边 顺便 来都来了 把这里有一个武器拿上 是一把双头剑 拿上这把双头剑之后呢 我们就去另外一边的这个地下通道 应该说地窖 这个地窖里面其实是可以骑马进去和骑马出来的 这里面是不像是有些洞穴 进了洞穴就不能骑马 其实是可以骑马进去的 这里有很多的老鼠啊 然后我们这个老鼠就不管他 我们关键是要去触发这个陷阱 这个陷阱会把我们传送到后面的一个地图 现在呢 等级来这里还太早了 敌人都很强 但也不至于打不过 但是呢 打他们不划算 我们重要的是来这里的话 我们是后来取一个技能 上面的这个家伙啊 像个蜈蚣一样的 脚特别多 手特别多的这个家伙啊 如果你要是硬跑了 有他在的时候硬跑是很难跑掉的 还会放很多的这个追踪导弹啊 很容易就把我们秒了 所以我们最好是要么就把他打死 要么就把他打到从这个台上打下去啊 就不要让他站在高处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逃跑 这边还有 旁边那边还有一个高台上有一个 如果要是不把他赶下去 或者说是解决掉的话 就比较难办 这种挖矿的这些敌人呢 其实用这个直剑的轻攻击是会弹刀的 但是用重攻击不会 而且重攻击的每一下都可以打断他的动作 底下的那个比较长相比较怪异的这个敌人呢 按照这个魂系列的长 常见的一个规律就是长相看着特别怪异的话 用出血的效果越好 但前提是你也得打得上啊 实际上打得上他的话 确实出血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出血匕首啊 攻击六下是一套攻击 如果说是在六下之内就能打出出血的话 就算是 算是他弱出血 如果六下弄作一套打完他都不出血的话 其实就算是出血效果不是很好 好 我们重点是要从这里出来 从这边出来 然后要做过这个刺服之后 才算是陷阱状态解除 然后才能进行传送 我们先来做一下刺服 旁边有一个附着用的道具可以使武器附着有这个腐败效果 腐败应该是是这代的 其实跟这个以前的咒死还不太一样啊 它不是主 它是另外一种中毒 但是某种意义上它应该是比中毒更有威胁啊 这边出来看起来这个很辣眼睛的一个地方啊 我们从这边往右左看到右边有那个光的这个痕迹 那里就是我们要拿的技能 我们看一下这个腐蚀的效果啊 这就是中了腐蚀 中了腐蚀之后呢 是会缓缓掉血就跟中毒一样 但是呢 继续去受到这个腐蚀效果的伤害的话 就会额外的再对我们造成更多的伤害 如果说是中了腐蚀效果的话 就是持续掉血 然后呢 哎呦 我先把这里的这个人偶兵先解决一下啊 这个还是很弱的 直接一个防反就可以把它打满 另外旁边这个大家伍呢 用这个蓄力重击打两次之后呢 他就会这样被打倒 然后呢从 捅他的这个底部 就会有一个处决效果 但是处决的话 对他造成的伤害很少 最好还是打爬 把他打出这个 哎呦 先把旁边的这个傀儡兵干掉 刚刚说到哪 就是把他打出这个 倒地的状态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反击了 就是两次蓄力动机之后 然后呢 切出这个出血匕首 就可以打出出血的效果的话 其实对他造成的伤害 比我们处决造成的伤害要更高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 先用直剑 把他打倒地 然后呢 再用这个出血匕首处决 当然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 需要打的东西 就是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前面说的啊 这个怪物长相越怪异 越有可能弱出血 然后这里的这个 甲虫啊 它是隐形的 但是呢他走的有这么个轨迹 有一个方法就是会比较好 把他捕捉到 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 钢丝火把的这个战技 他会吹出一道火墙 然后这个火墙会有持续伤害 这样的话 拦截到他的路线上的话 就直接可以把他 只要攻击一下他路线 就是把他挡下来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祈祷的技能啊 需要是毒刃 可以给我们的武器 赴上毒属性 后面呢 我们打浮纹熊的时候 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我们回到这个结晶坑道 然后坐下赐服 这样来拖战 然后就可以传送走了 接下来我们是有那么一点点 卢恩 我们用这些卢恩呢 要买一些准备的道具 是什么呢 之前我们没有买 就是因为这里会用到 讲的话 大家会比较容易有印象 就是这个军猎狐 不叫龟猎狐 叫军猎 那个字念军 这个很多朋友应该知道的 要买这个军猎狐 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呢 它并不是一个消耗道具 首先是这个 传道士的这个笔记 这个呢 可以解锁圣水狐的效果 就是圣属性伤害的投掷狐 然后呢 军猎狐会解锁 我们能制作的狐的上限数量 这个跟以往的黑魂游戏不一样 因为这代的道具 都可以自己制作 而制作的上限呢 就是由这些军猎狐来决定的 然后我们再去拿其他的狐 我们来圣人桥这边 东边的这个 拉着琴的这个商人 在他这里又可以买到一个狐 这就是第四个狐 比刚才那个要贵一点 刚才那个是300 可以买三个 这个是买一个600 然后呢 我们去 唾弃半岛那边 有一个商人 就是我们之前买十字奴 还有学会这个 体壁防御的这个战绩的地方 这里的话就是 目前可以买到的第五狐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等会需要时间到晚上 我们要打接下来一个目标 就是一个死鸟 它是 它就叫死鸟 不是我骂它 它就叫死鸟 它是不死系生物 所以如果圣属性 我们这里的话 就可以做上这个 军猎狐有五个 然后呢 可以做这个圣水狐 武器呢 我们用上我们之前 制变这个圣属性的这个战绩 对它是有特效的 战灰 军王给它直接制变成这个圣属性 这样打它的伤害更高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零二瓶也调配一下 让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祈祷的数值 但其实没啥太大影响 虽然说有会有祈祷 会有伤害加成 但是其实也就一点点 还好吧 主要它弱这个属性的话 可能会显得比较明显 然后呢 我们做上五个圣水狐 能做多少做多少 现在也就只能最多做五个 用完了还可以再做 不过战斗的时候不能做 好装备上 接下来呢 我们向着地图 之前有拿过这个 黄金树种子的那个地方 总之呢 就是贴的右边走 在晚上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在晚上的时候 来到这里 就会有这个野外boss 它算是一个野外boss 然后呢 不过在此之前要注意一下 这里同时在晚上 还有三个蝙蝠 如果一起打的话 会比较麻烦 这三个蝙蝠呢 也是弱圣属性的 因为我们质变过的 这个长剑 打的话就可以一击秒 如果没质变过的话 这一刀砍下去 可能还剩一丝丝血 然后呢 我们跳到这个 一记上面来 它就差不多出现了 本来应该是在下面遇到它 但是我们故意在上面 这样的话 它下来之后呢 就打不到我们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 直接给它丢这个圣水狐 你看砸一下 伤害能将近有300 效果非常好 因为它就是弱圣属性的 不过呢 注意这个丢这个壶 是会消耗我们的专注值的 有些带有法术效果的壶 丢气出去 就是会消耗专注值 好 我们五个丢完了 我们可以在上面 放一个圣属性的这个 咖喱棒 先切换成双持状态 然后放战技 放战技的时候 可能会掉下来 然后呢 不要锁定 直接砍它脚后跟 因为它的身体是前倾的 但是后身没有攻击判定 几刀就能把它占掉 因为它是弱圣属性的 杀害对它 对它造成伤害是非常高的 然后呢 它这里会掉一个 现阶段神器 活祭品斧 我们先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拿 来这里拿个技能 然后说一下刚才的 这个活祭品斧 这个斧子比较特殊 它是个斧子的同时呢 它这个 每一次用它击杀一个敌人 会恢复四点专注值 而且呢 它的这个战技 盲斩 也是非常好用的 其实就是弱一个乱武 然后呢是消耗的这个专注值比较少 但是呢 可以持续不断连续的打 就是有些敌人 比如说 你打出了这个处决硬直 但是你可能处决伤害比较少 但是你用这个 这个盲斩 哐哐哐 给它一动乱挥 反而可能造成的伤害会更多 非常的好用 唯一的缺点就是蓄力攻击 太久了 蓄力攻击时间太长了 这里这个圣甲虫 会隐身逃跑 所以需要我们远距离用弩或者弓来把它打掉 好 我们拿到了一个祈祷的这个咒术啊 这应该说咒术是个毒物技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这里 这里可以开启一个伺服点 然后这里有一个实践钥匙 之后呢 从这个 呃 这个对下 这个数字有点不太对啊 把这个先清除一下 好 先是 这里 这里有一个伺服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实践钥匙 看一眼 在这个悬崖边 然后从这个悬崖绕到这里来之后 再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洞穴啊 是一个 算是一个小副本啊 这样的地方 好 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我们先回到刚才的那个次服点 然后呢 用旁边的这个上升气流 登上去 之后就按照我们刚才编的这个标记 顺序 按顺序 一个一个来 首先是这里的次服 我们先给他开启 然后呢 旁边呢 有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呢 嗯 怎么说呢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 它其实是一个叙事事情的 然后你可以看看这里的敌人 然后这里拿到了一个扇形重力石 通过这个重力石的描述 我们第一次了解到了 有这么一个叫做 唤星者的这么一个群体啊 然后这里的敌人呢 他们突然会召唤出来一个这么一个箭矢啊 强倒不是很强 但是呢 我们看到他放的都是这种重力魔法啊 其实我们之前在拿一个圣属性防御的那个徽章的时候 也遇到过这个当时当时我们没有打 我们留到以后舔那块区域的图的时候再打他啊 顿反个两次或者说满蓄的重击两次啊 顿反两次然后再接一个普通攻击 或者说是像这样接一个直刺啊 直刺手长一点比较好命中啊 就可以把它打出处决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着标记向着这个二号的这个位置来 这里是有一把实践钥匙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向着这个三号位 在此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雕像 这个游戏场景中有这样的雕像的话 一般就是他会指引我们找到附近的一些比较难找的这个洞穴啊 这是一种指引的这个游戏里面当中的一种指引方式 哎呀 蝙蝠好烦人 打蝙蝠要用跳皮 圣属性 我们忘了把这个圣属性换下来了 看这里还有这个 有人在这里留的讯息 我们也可以留一个 我们可以给他讲 不要直接从这个方向过去 让他从往右边这个方向啊 说的话是一方面 但是呢 也可以给他指一个行动 比如给他说向右啊 不能直走 向下啊 或者说什么 再按一下外键 或者说是按三角键 就可以切换出这么一个肢体动作选项 这样我们在这个别人在看我们这条信息的时候呢 会带有一个动作 这样给他指啊 要往这儿 好 我们先按照我们自己刚才给自己标记的 我们先往三号点走 然后呢 从三号点下了这个山坡之后呢 再去四号点 好 这个墓地呢 穿刺地下墓地啊 其实算是一个二级墓地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拿到这个 给这个骨灰升级的花 二级的花啊 这里的boss呢 稍微有点难打 主要是这个boss带着小怪啊 这种情况就会比较混乱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会要讲一下方法啊 我们先把这个战绩改回去 不要用圣属性了啊 这个圣属性可能伤害就不太好啊 这里的话 只要你见到这个地图里面是有这种雕像鬼 石像鬼的话 那这里的埋伏肯定会很多啊 陷阱埋伏肯定会很多 小心行事啊 只要是有这种小家伙的话 地图风格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地下墓穴都挺阴间的啊 洞穴反而好 地下墓穴都挺阴间的 下去吧你 总之呢 都要小心行事啊 只要是这个 这种小雕像鬼 他经常会爬在墙上 不像骷髅啊 他大不了在地上看仔细一点 还好 这个呢 经常一些拐角死角不容易注意到 而且骷髅起身的时候还有身影 这个经常没有身影 这个看 上面有两个 我们把他们引下了 而且那个是故意就一直保持着 投掷的状态啊 所以你上去的话 背就会把两个围攻 而且呢 你冲上去的话 他还会逃跑啊 最好引他主动过来的时候 用防御反击 会稳妥一些 这里就只剩他一个了 你打 你打 他不经常躲 躲的你打不着他 他这样横向移动呢 你又锁定着他的话 其实等于是 攻击老贼设计的 让他来 扭着你的头到处跑 你又不解除锁定的话 就等于是他在 控制着你的视角 你的视角乱晃啊 让你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什么都看不清 这里就有一个 蹲伏在那里埋伏的 我们可以看 拿到这些花里面 就有这个墓地菱兰 二级啊 这个就可以给我们的骨灰 升级到二级 话说这个 石像鬼啊 有的时候会掉一个 头部装备 那个头部装备还挺强的 防御力非常好 就是比较重啊 但是头上也会比较难看啊 但是呢 性能很好 好 这边的东西拿完 我们继续从这边走 这里呢 有一个宫崎英高的阴谋 但是呢 实际测试过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简直就是真的 宫崎英高真的收敛了很多 你看啊 他只受到伤害 居然没有死 以往的时候 这种绝对是要把人弄死的 这里可以先跑到这边 让这个机关先降下去 你一直站在上面的话 他就会一直往上推 然后我们要去的方向呢 是等他升上去以后 从下面下去 下来这一圈 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沿途看到什么 发光的东西都剪一剪 充分利用这个 褪色者的趋光性 然后这底下有一些腐败的人啊 他们还不是不死 那就是腐烂的人 其实说不死人也对啊 但是呢 跟他们纠缠话会非常危险 他们会像这样的 就扑要你非常的 距离非常的远 而且是投技啊 所以还是小心一点啊 要不然最好就不要跟他们再纠缠了 顺便说一下 任何投技被抱住的时候 L1和R1连续交替快速的按的话 都有挣脱的效果啊 包括boss啊 精英啊 一些投技抓头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受到的伤害 成功挣脱和不挣脱的话 他这个击杀啊 就是打你最后一下的效果是有差别的 一般都会少一截伤害啊 可能很多时候就会救你的命 这底下有一堆这个不死人 赶紧上去吧 奴暂时用不上 装上他的话会比装备会过重 我们看我们这一集换了身衣服啊 但是其实这个衣服的性能和之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就是看起来会新一点 我们打的就是葛瑞克 来老穿的葛瑞克骑士的衣服啊 感觉不像话啊 买了一身全新的骑士服装啊 依然是重甲 防御性能差不了太多 就是一些其他的属性抗性稍微高一点 稍微低一点啊 我们现在呢 接下来这个boss前面说过会比较难打啊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下准备工作 我们先离开洞穴 这样的话可以进行传送 我们回到这个大赐福 去找小红帽罗德利卡啊 然后让他来给我们调灵 把这个主要是狗 利用这个灵蓝 我们的二级灵蓝把狗升到这个二级 这样的话他的血会多一些啊 更能站得住 然后我们再去打boss 这个鲁恩也有很多了 我们把智力和信仰都加到十之后 接下来再升级 就是把血量点到二十就够了 够用很长时间 因为我们本身房也很高 暂时多出来的鲁恩呢 也不用急着加点 可以用他来买一些东西啊 然后呢 等到这个新手和这个 史东维尔城突破了之后呢 再选择看自己要点往哪个方向走 目前这个阶段呢 我们的这个血量啊 什么技能什么都已经足够了啊 我们一进来先招三只狼 主要是这里会有很多的小怪 我们先注意着跑动 把这些小怪先解决掉 不然的话混 混杂在其中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缠 而且他们还会出血 如果要是被猫追 就把他引的脱离狗 如果说没被猫追 我们就主动上去 主动去打这个 这个小石像鬼 我们先引着他 把他往远的引 让狗去打这个小石像鬼 如果说是这个 大雕像没有追我们 就我们自己去打 这个小石像鬼 注意安全 注意血量 只要把小的这个石像鬼 干掉就好办多了 好 接下来用好这个盾牌强化来打 非常的容易 这个通过会麻烦一点 可以偷了 东夫可以偷两刀 最后他速度会突然加快 但是我们防御的话是足够的 防好 好搞定 获得了亚人集团的骨灰 这个骨灰还描述到 其具有入业之后为之亢奋 这个一般的亚人敌人是这样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骨灰会不会使 我们接下来安排一下 下面的路线 我们还是从这里出发 然后我们往并村这个方向走 这里之前有一个次服没有开 这次我们就先给他开了 然后来了这边 跳下这里的山崖 到这个洞穴的后面 有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学到一个 咒术的一个雷的技能 按照我们地图的 这个1234标注的顺序来 这里是我们之前来过的并村 只要之前这里有一个次服 忘记开了 这次来就顺便给他都开了 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继续向着我们前面标记的这个地方走 接下来我们想获得技能 又得要打那个甲虫 但是周围会有很多的蝙蝠干扰 可能不方便我们去近身打 所以可能还是会用到这个 奴剑的 所以我们装备上 四号位置我们要从这里跳下去 蝙蝠已经开始过来了 非常的烦人 特别多 这里主要蝙蝠太多了 然后旁边还会有落雷 可能近战打掉的话是最快的 用弓箭弓弩的话可能会慢一点 最好趁的还有机会的话就用弓箭 就用这个冲战打掉 打掉了 赶紧跑 往那个洞穴的那个方向跑 就往北走 N的方向往北走 然后呢 贴着旁边的墙壁跳下去 这里我先看 抢点雷电花 好 接着左边的墙壁跳下去 这里有个落脚点啊 不至于摔死 好 这样的话就算是逃脱了 接下来正好我们就要来这里的洞穴 这矿洞我们之前是有过这个下渠过啊 有过传送点 我们可以直接传送进去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来这个矿洞型的墓穴啊 我们第一次是就前面我们中了那个 故意中那个陷阱去的地方啊 主要那里采的矿要更高级 这里的话还是低级的 但是呢 这里的采矿的这些工人 依然是这种非常硬的那种 如果你要是用直剑的轻攻击打的话 会弹刀啊 如果说是用重攻击的话 就不会弹刀 并且是一定会把它打出硬直的 这里呢 同时还有很多的鸟人 看起来就像是鸟人在看守着他们来让他们挖矿一样 这些鸟人我们在之前的这个之前任务里面知道 他们有的时候是有些地方会作为仆人 用这个R2的重攻击 是可以把它打出硬直的 墙壁上这些可以作为锻造石捡来 不过这里只有一级的锻造石 没有二级的 一级的我们剪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那个活击品刀 活净品斧升级 升到三级 不需要他伤害很高 能打死人帮我们回栏就可以了 这里要注意下有三个鸟人 一旦惊动的话 他们第三个一起起来是很麻烦的 我们最好是用被刺先干掉一个 但是不要处决 直接用被刺的这个蓄力攻击的第二下 去打另外一个 尽快的把两个秒掉 然后第三个就好打了 不然的话他们一起来进攻 一起来打我们的话 是非常的难办的 好 这一层的话暂时安全 其他的话都是比较好办的这些矿工 没有我们前面说的方法 其实可以连续的R2R2 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会突然一个左手反击 会打断我们的动作 我刚才说也不算是很有威胁 但是这样会稳妥一点 两下R2 第一下蓄力第二下不蓄力 然后呢 等待他攻击反击 第一下蓄力第二下不蓄力 然后呢等他反击之后 这样会稳一点 这个有一个失色锻造石 一般来说推涂就是习惯都是把这里所有的敌人都干掉 一般就是什么城堡呀 地牢呀 这样的话一般都是这样打 开放世界倒是没必要 也有好东西再去拿 这边旁边还有个箱子忘记拿了 后来补拿了一下 是个勇者肉胯 加攻击力的道具 我们去刚才这层的洞穴的另外一头 这次是楼梯直队的 我们现在往楼梯另外一个背面 这里的话柱子会弹刀啊 所以我们使用了双持的蓄力攻击 看很容易弹刀 这个柱子是一个恶意 哎呀 再不打掉的话旁边那个也过来了啊 危险了 这时候要多用这个R2的攻击方式 双持R2可以横扫 这样的话一下可以打到两个 并且R2的攻击可以把它们打出硬直 还不会弹刀 用这种方式来 一次打中两个 单手持有的话R1 R2的这个攻击是直刺啊 只能打中一个目标 但是呢双持的话就是很扫 好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洞穴的最深处啊 就是之前上面可以跳下来的这个地方 一跳下来的话就算是一个陷阱啊 下面这些鸟人都会起来攻击我们 我们先偷袭把他们能减少数量就先减少数量 尤其是这个带翅膀的带翅膀的这个非常的麻烦啊 一旦他要是飞起来开始射箭的话啊 威胁非常大 混战当中的话威胁非常大 那边还有一个睡觉的 这两个呢我们先不 为了不惊动那个睡觉的我们就把这个有翅膀的鸟人干掉之后呢 立刻往后退 不然的话旁边那个会惊动 好 这样的话就只剩一个鸟人就没有什么威胁了啊 就可以慢慢来捡东西了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这里主要是我们这里推图要把这里都打掉 又是一个失色的乱照石 不过都是一级的 这些采矿工人的设定也很有意思啊 目前还没有找到哪个道具 有说明过他们的情况 但是他们的皮肤都变得非常的坚硬 我们用普通攻击打他们都是会弹刀的 打他们的话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用盾器打他的话 造成的伤害会更多 但是呢我们没有盾器 其实我们是有盾器的 我们的左手拿的就是盾器 切换为盾牌为双持状态 或者说是切换到右手上的话 他是可以用来攻击的 而他的攻击力就以他这个面板来算啊 这个盾牌是有面板的 而且也可以升级 每升三级的时候 就可以增加一次防御耐性 除了提升攻击力以外 好这里的话旁边有一个失色锻造石 也可以拿上 然后呢这里的话就打boss了 姑且算是boss吧 其实呢都是我们之前打过的 只能是一个 啊 血稍微多一点 骗灵混种啊 强化盾牌可以把他的攻击弹走 两次之后呢 接一次普通攻击或者说是一个直刺重击 都可以把他打出去 好 这里获得了这个锈石船锚 这个其实是一个锤 但是呢攻击动作里面会带有凸刺的效果 同时他这里还说了 过去褪色者跟随王离开交界地的时候 有一艘船流了下来 这应该算是一个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直接传送回洞口 我们要继续从这个矿洞这里出发 先来这边 这里我们之前有一个盾牌 啊没有在这当时没有拿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赐福点 之后呢 从这里绕上山坡来到这里 这里是一个哨站 然后呢 在这里还有一个洞穴 这五个点我们注意一下啊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有东西的 先去一号位啊 一号穿过这里的森林到一季的西南角 啊就是有一个地窖 那么往光柱这里 光柱标的不够准 但是呢就在这附近 是被四面的墙围着的 哎就在这下面 哎碎人盾啊 这个呢 其实是可以用来当做盾牌 打击盾牌 然后呢 可以打出出血效果的一个盾牌 这个呢 其实黑魂3里面 也作为一个经典的道具 打骷髅特别有用 因为它算是一个盾起啊 当然盾牌直接切换成双持的话 也可以当做盾起来 而且这一代呢 左手切换为双持 比以前要更方便了 所以说这个盾牌存在的意义 就不是很大 更多的是他的这个描述啊 他说女巫受罪法此定 金刺刺穿双眼 为了祭司女巫而制作了盾 据说女巫会在此地再次诞生 然后还说到他这个能提升理智度啊 盾面上的金刺也能用于攻击 这都不是主要的 总之就是知道了这么一个设定 关于女巫的设定 好说着说着就来到我们这个赐福点 把这里的赐福开启啊 这是二号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来三号的这个位置呢 是绕开下面的这个山 然后从山坡上去 这里要注意直奔上去的话 会有一片这个毒气阵啊 会有这个有毒的花 会分别开花 而且呢上面会有这个奴炮来瞄着我们 而且前面还有狗 所以我们绕开 贴着左侧啊 山崖左侧上来 然后呢 从这个断开的这个墙壁呢 跳上来 直接绕开他的这个防守啊 毕竟开放世界嘛 我们可以灵活一点 还有马 掉东西了 好像 这有个特别奇怪的事情 虽然这掉了蘑菇啊 但是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小兵的装备啊 掉下落的小兵的装备 卖的价钱要比其他所有的什么骑士 高贵骑士的衣服卖的都要贵 其他的卖起来都是100 但是小兵的衣服的这个呃 卖出去都是200啊 都要贵一倍 就很神奇 这里的这个箱子里面开出来的是 鞋带型奴炮 然后可以发射这种巨型的这个奴剑 他说对游泳无谋之人 或许很有用啊 威力很大很猛 只要你拿得动啊 好 接下来我们往这里应该是 山坡下面走 我们要去一个一个山洞 这里有些东西简单 其实呢 它是一种陷阱 把你骗过去以后 就会被刚才山上的 那个那个哨塔上面的奴炮打 然后这个狗就会冲出来 特别的危险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些奴炮本来是打这些亚人的 然后你如果要是来晚点来 那个奴炮击杀了这些亚人 这些亚人会逃窜 这里有一个彩虹石 不过我们 不缺这玩意儿 那应该意思就是那个死的应该是一个旅行者 好 这边山坡下来 前面我们标记的点 这里就有一个洞穴 这里我出了一个状况 就是忘了把这个刺服点燃了 开刺服 同时呢 要调整一下记忆 装上合适的技能 这里的话是有一个陷阱 我看地上这个裂开的 如果踩上去的话 会直接掉下去 然后会有一群老鼠 如果你够猛的话 干掉这只老鼠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安全起见的话 我们从右边走 有点黑啊 我们把这个灯点上 其实这个灯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比雪原的那个灯亮多了 这里的话 因为属于黑暗的环境 这些老鼠受黑暗环境的影响 其实视野不是很远 即使我们点着灯 他的这个敌人的察觉范围会比较窄 所以我们可以 以引诱的方式啊 把这些接下来要打的这些老鼠各个击破 还有就是老鼠是弱出血的 啊小老鼠可能你还没打出出血就已经先砍死了 但是大老鼠的话 用出血效果还是不错的 前提是你能连续打的出那么多下 这里的话 因为我们的直剑的面板 还是要更高一些 所以我还是选择用直剑来打 如果你遇到了个强敌级别的老鼠的话 打的那个像人一样手长 像大猩猩一样的那个熊 不行 他不弱出血 但是呢 可以用毒 他血特别厚 跟他打的话 经常要跟他绕好久 但是这种时候呢 毒发挥的效果就很明显了 因为战线拖的越长 毒的效果就越明显 这里我们用了一个温热石啊 温热石其实是一个范围回血的东西 丢下去以后呢 站在他的范围内就可以缓缓回血 对自己和队友啊 都有效果 然后会持续一段时间 感觉暖暖的是吧 然后也有一点点的照明作用 然后这里呢 就发现我突然录的时候意识到啊 我没有点这个次服 然后呢 记忆也没有换 然后跑回去又太麻烦 所以我决定在这就死一次 直接死回去 好 重新跑过来以后开一下刺服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记忆里面调整一下 我们要装上这个毒箭 让武器可以附上毒 然后呢 副手武器上面就是盾牌的那个位置呢 再装上这个 祈祷用的这个 这个触眉 就是我们之前 交出死根换来的这个 这个爪痕肾印记 就用这个就可以给我们的 这个剑上附上毒 我们到那个boss门口 切出肾痕 然后附上毒 开打 这一代的毒 生效了以后 持续时间特别久 基本上boss就是能够持续到boss打死啊 当然你如果要是只是挂机的这个 你也得逃的 你也得活得下去啊 但是呢 就总之呢 效果收益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 如果你判断这场战斗呢 是一个持久战 消耗的时间比较久 毒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当然前提是这个敌人 他得吃毒属性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熊 哎 现在他中毒了 然后呢 这个熊看起来是 每一跳 九点伤害 但是他不是一秒一跳 他跳的好像不到一秒就有一跳啊 时间 然后持久下来的话 其实量还是挺大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数值现在也比较高 防御力也高 虽然我们血量加的不多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初始期是 15点这个血量 然后呢 穿着骑士装 防御力很高 所以他打我们其实也不是很疼 一口血就奶回来了啊 然后就 我这个就直接忙着打 然后这个熊呢 还有一点就是 不要锁定 锁定的话你不好钻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底下经常没有攻击判定 然后呢 如果说是能对他进行三次的蓄力中击 可以把他打出这个处决 但是呢 是没那么容易的 因为这个熊攻击频率非常高 而且会经常有这种 猛的一个突进 然后呢 这个前摇特别短的动作 一下子就把你撞飞 然后就这段时间里 他就可以恢复了 恢复自己的这个精力 或者说是这个销刃 所以不太容易打出处决啊 看毒死了 在适当的时候 用毒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获得了魔力龙归护服 在黄金术之前就存在了时代 古龙啊 这个称霸的时代 就觉得故事框架 虽然说是乔治马丁写的 但是这个剧情还是攻击应高 所以说这个世界跟只狼 还有血缘有没有不知道 看起来这反正是跟只狼 和黑魂的世界是有关联的 可以确定只狼肯定有 因为伟名这个名字 已经明确提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从北边的教堂 然后依次来这边 然后这里呢 又会有一个boss可以打 然后呢打完boss之后呢 来这边会拿到一个盾牌 之后我们再绕回来 这里有个地下墓穴 大概就这么个顺序 我们先来这个熊女教堂 我们按照刚才标记的 先来教堂西侧 这里呢有一个盾牌 我们之前没有拿 看就是这里 黄金铁盾 这黄金已经剥落了的铁盾啊 就是减伤率 就是会有额外的 圣属性减伤率 但不是很多啊 这一块区 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跟圣属性有关东西 我们前面还在这里 拿到了个圣防护的一个技能 接下来我们往南边走 这边的话会遇到一个 野外boss 黄金树的化身啊 之前在这个赐福准备好了 一个技能就是这个圣防护 这个会增加我们的 圣属性减伤率 而且持续的时间还是挺久的 我们给他用一个 因为这个黄金树的化身啊 他最有威胁的就是一个 圣属性的招式啊 连续激光炮 圣属性的 所以我们将圣防护物的话 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时候 保护我们啊 这个彩踏 是可以跳跃躲开的 然后呢 这个发光 也是可以跳跃躲开的 但是要注意拉开距离 因为他周身也是有攻击判定的 在进行了四次的这个 蓄力攻击之后呢 就打出了处决的效果 在处决之前呢 可以先进行一次蓄力攻击再打 这样的话伤害最大化 哎呀 这个 就是这招 哎呀 还帮我们往回打了 吃了不少伤害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圣防护 所以 没把我们打死啊 神控血了一下 圣防护的持续时间还是挺久的 对我们的这个帮助特别大 主要就是那一招 其他的招式的话 有这个盾牌 格挡 然后呢 有些招式呢 需要跳跃来进行躲避 哎 其他就没有了 没有什么了 这个如果要是 没能挡盾的话 伤害是很高的 如果用盾牌直接格挡的话 也会把我们吹飞 所以最好还是跳跃 单脚踩内下 其实是可以贴脸 贴脸跳也没事 没有攻击判定 这个要拉开距离 赶紧跑 因为还有后续连续的招式 所以就不要 试图偷伤害了 吃下来的话 也没有多少伤害啊 因为我们有这个圣防护 不过圣防护的时间快到了 下一次就最好不要掌浪 喝个血 蓝道不需要 跳 最好是先拉开距离 躲他第一招 然后再靠近 决定后面的招式 要怎么样 打 跳过去 屁道 好 这个要赶紧跑了 现在没有圣防护了 不能浪了 虽然说开了这个盾技 但是 哎 看 跳一下就躲开了 也不需要 拉开距离 就原地跳 哎 我靠 干嘛 你 好 打掉这个黄金树的化身之后呢 就可以获得两个路滴 尤其是这个 永红结晶路滴啊 他是使用了这个调配出来以后呢 会使用之后 会有持续回血 缓缓回血的效果 呃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每秒恢复7点啊 和另外一个那个 呃 护服搭配起来 就每秒恢复9点啊 其实恢复的量还挺多的 打boss 如果说是那种 没有什么机会处决的话啊 这个有的时候 那一点点恢复量 有的时候可以救命啊 然后呢 我们按照前面标记的 我们来到 这个黄金树的西边 这边跳下来的话 可以拿到一个盾牌 这个盾牌 上面的这个图案 让我想起了八神 好 这边的话 暂时就啊 应该是暂时 不是暂时了 以后也不会有了啊 这个我们 这个舔图就是舔干净啊 关键的东西 我们都拿完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传送下山 要来的是这里啊 这边有一个地牢 这个地牢藏得很隐秘啊 不容易注意到 但是呢 它的外围有这个 引导的这个雕像 我们到跟前以后 哎 看 找高处 一般都会有这种 这个老太太 弯着腰的这个雕像 你这个雕像互动的话 它就会直线的指引我们 哎 这个 墓穴在哪里 就是这 确实不容易注意到 有一个地下墓穴啊 这次是一个骷髅的墓穴 所以我们需要 圣属性的这个战绩 战绩是没有任何的点数要求 只要你 只要你能获取到 就可以附着到武器上 然后它的这个面板收益 是取决于这个武器的等级 我们之前获得了很多卢穴啊 我们现在是加血量 就加到20 差不多就是前面说的啊 这个等级就够了 前阶段的话 再有升级的新的卢穴的话 可以拿它去花钱去买道具啊 限量的呀 什么什么什么那些都可以买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时间钥匙缠上 这里面可以获得一个制作书 里面有两个骷髅 趁着另外一个没起来 先把一个干掉 骷髅就要比这个时间钥匙好对付多了 只要你控制好局面 只要你控制好局面 这边没问题 从这边 这边是boss房 这边走 我们这边要准备一下奴剑 等会儿会用的 远程工具 这个会丢火瓶 最好先躲一下 这种的话远程和这种投掷的话 一次蓄力重击就可以给他打倒 但是这种近战的话要两次 但是第二下就直接给他打死 好我们看到这个女神像在前面的二楼 但是我们上不去啊 机关一般就在那 这里有三个骷髅 所以我们果断开了这个技能 用圣属性直接砍 我们的这个刀是变质 直接变质成了圣属性 所以说普通攻击的话 额外的圣属性伤害也可以 直接把它秒掉 也不用担心他再起身 这些琳兰花也记得要拿 回头把刚才没拿的东西拿上 这里估计就是前有隐藏到了 果然 地下墓穴的隐藏 有隐藏墙壁的地下墓穴 好像就三四个 剩下的大部分的隐藏墙壁 都是主线里面的城堡 里面的隐藏门 这里的话前面有一个喷火的这个机关 不用我们靠过去这样避开 这个趁着间隙避开 我们只要拿一个远程道具 用弓弩什么的什么 打一下就行了 他就降下去了 不过呢旁边还是会有这个骷髅偷袭 就是这里 你只要一进去啊 他们就会起身想着你再躲着火 然后过来偷袭你 弹刀了没打到 然后这边的话要上去的话是踩的这个机关 这个往上跳跃的时候也是有轻微的攻击判定的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把这个平台给碰的给他升起来的啊 但是一旦这次升起来的话 旁边的这个骷髅也会起来 所以我们利用这次的话 旁边的骷髅先干掉 给他后面再有这个战斗压力啊 再降下来 要跳下去的话 得要挨近 然后往上跳 这样有个攻击判定 小心上面的这个骷髅 他会丢火瓶 你上来先把它干掉 接下来的话 另外一个口进去的话 有这个埋伏 应该叫埋伏 我们冲进去以后 尽快的把东西捡完以后赶紧跑 这里有三个骷髅 跑完了以后 直接跳到这个烹火台子上 注意要向上跳跃的时候 触发攻击判定 然后喷火把它们都烧掉 得烧两次 只狼影尸二度 这样就都烧掉了 还拿到了他们的魂 卢恩 这样的话就没东西了 前面的话 好像开机关之后 还有骷髅 这正面有一个 背后还会突然袭击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赶紧干掉 这是近战的 一个可能还不够 跳屁可以 玩响的一次蓄力 可能还不够把他打倒 好 机关就在这了 这里的这个boss呢 单独打的话 还是有一点难 他也不算是难 就是有一定威胁 就是主要是因为 他会乱舞 乱舞的话 我们的盾牌没有办法 给他弹刀弹开 同时呢 他的攻击 即使是防御住了 也会对我们有附加的 这个出血效果 所以建议吃一个 红色的那个胎球 boss房在这边 植物箱里面 我们现在也可以自己做了 就是这个 出血胎药 他是吃了以后 他因为出血是一瞬间的嘛 所以他肯定不是一个治疗效果 他就是在一段时间内 会这个让你增加 这个出血的抗性 招骨灰来打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主要是小心他的这个乱舞 这招是比较烦人的 他这个不好躲 能有一个障碍物来挡着的话 是最好的 记得利用这个L1和L1 快速交替的按来躲避 来挣脱他的这个头剂 他又要喷土了 正好可以趁这个时候喝口药 其实也没事 我们的防御力高 打猛一点也没关系 他这个血量也不是很多 一刀夸叉一下掉那么多血 猛一点没关系 这个无头骑士鲁蒂尔的骨灰 这个无头骑士鲁蒂尔之前的有一个见证里面还有讲到他的事情啊 这里的骨灰就讲的更多了一些 其中还说到了无魂的半神啊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葛瑞克啊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打的boss 然后这里的这个地图区 我们要探索的所有东西就都完了 剩下的零零散散的都是一些什么小鲁纹啊 其他的一些拾取的道具啊 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这里我们调配一下灵药 因为这个boss呢有一点难 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下充足的准备 准备充足了以后呢 就算是比较惨烈的打下来的话 也能刚的过去啊 因为我们的树枝很充足 加攻加防加血加耐啊 然后本身衣服的防御力也很高 然后我们加上刚才的这个灵药 呃唯一一个不行就是这个 这个战斗不能用这个骨灰 不能招幽灵 嗯 护服用燃血红刀吗 因为其实没有太多机会 所以其实没有太多机会处决他 所以还是用了什么吧 然后加精力的 还有加攻击力的 这里的话要先插上一个实践钥匙 然后才能开启 把勇者肉块也用上 这些buff药其实持续的时间还挺久的 然后效果也还行 虽然不是特别高 但是呢 就是还是挺明显的 加精力恢复速度 加攻击力 喝个灵药 一阶段的时候呢 他的大多数连招只连两下 所以我们在他打我们两下之后呢 再进行这个盾反 二阶段之后呢 招式变化就会比较多了 所以在第一下的时候 进行防御反击的话 就很容易被打 他很多招式是连着打两下 在伤害动作方面的时候呢 大家其实可以注意到有一点 就是在艾尔登法环里面 近战用平A打 伤害真的是不够看 近战的平A 削威力削的特别多 你得用重击 蓄力重击 各种各样的跳P 其他的动作打的伤害才够看 平A打出来的伤害实在是太低了 我们要多用重击来打 同时重击除了能制造伤害以外 还有消灵的伤害 额外的再制造出这个突出机会 二阶段剩的血不多了 往日打吧 管他呢 上去能砍一刀吃一刀 不过他的这个 冰冻的伤害是很高的 如果中了冰冻状态的话 还会有抑伤的效果 就更容易受到伤害 受到的伤害会更多 可以看看他的动作 别死那么快 这招在拔起来的时候 有拔粪宝效果 这招是个三连 并且会有很大的这个冰冻的这个buff效果 看一下 拔粪宝的效果 靠近的话就会被震飞 这个boss做的还是很帅的 但是如果树枝充足的话打得太快了 就看不到他那么多的招式 看还有什么招 我记得还有一个是 他的那个跳跃出来三连挥砍 不是这个 这也是跟一阶段不一样 一阶段只有后撤 没有向前的促进 我挺不适应 就是游戏里面这种拔粪宝招式 刀往外拔的时候 也会有很大的伤害的这种 因为直觉上一直不理解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造成伤害的 总是会不适应 就是这招 这是三连 在一阶段的时候 一阶段只有两下 二阶段的话就会变得更危险 所以一般的时候 有什么杀手锏 什么什么技能 都在二阶段可以用出来 这里说到这个拉达刚的烙印 有埃尔登鲁恩雕琢 王夫拉达刚的烙印 然后也受刺生涯使命的证明 是被神第一找上的人物 这是从我们刚打的 这个萨米尔古英雄身上打来的 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故事 那么好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 绰奇半岛这里的图就填完了 东西能拿的东西都拿完了 剩下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了 那么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黑童谷歌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账号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